喵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當冬夜間 暖 怎麼辦呢 大家最近有感受到 冬天就真的來了 天氣真的變冷了嗎 我每次出門的時候 被風這樣一閃到的時候就覺得 咖哩順啊 然後呢 冬天到的時候 我本人其實是一個非常愛喝湯的人 所以呢 我最近去逛全聯的時候就發現說 很多我沒有開箱過的東西 還記得我們之前的冷藏系列嗎 要記得去看喔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 全聯 我沒有喝過的 這一些湯 究竟味道是怎麼樣呢 因為其實我上一次開箱的時候 覺得還滿有趣的 所以我們這次呢 也來開一看這些冷藏食品的 這些湯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一生二開箱 零角排骨酥 它上面還寫零廚藝食堂耶 熱量是189大卡層2 我們在那邊再麻煩後製直接算 這個燕我們的零角排骨酥湯 這排骨滿大塊的耶 而且它的醃真的很炸 它的零角其實看起來 有一點點濾味的感覺 我們來喝喝看好了 它聞起來的香味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胡椒豬肚鍋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聞到 好熟悉的味道啊 好 其實我覺得它喝起來還滿濃郁的耶 因為我剛剛本來其實 預想它應該是口味會滿清淡的 這個我還滿喜歡的耶 因為它胡椒味還滿明顯的 而且你喝下去的時候 你的喉頭就會有一點點那種 胡椒辣辣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好溫暖喔 它的零角吃起來是鬆軟的那一種 不過它外面那層皮 會讓我覺得怎麼在吃那種 紅豆湯的時候有時候煮到六腿 就是你在咬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不是很喜歡那個口感 我自己沒有很喜歡它外面那一層皮 好 精彩脫殼 其實我覺得它味道不錯 而且它的排骨 就是有帶筋咬起來又不會軟 肉的份量也很夠 但是其實也沒有到很多塊 對我來說我覺得它169塊 那個湯量對我來說有一點點少 我覺得它是好喝的 但是會不會回購這些 讓我可能會稍微糾結一下 炸一下 我覺得這個回購看心情 清水的心 下一個我們來吃砂鍋魚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裝怎樣 那我們來加熱它吧 這感覺我會喜歡耶 但我跟你說我砂鍋魚通常都連砂鍋菜 我不太吃魚頭 看到砂鍋魚還是默默有點興奮 畢竟我本人對家魚是略懂… 不知道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目前看起來就是有豆皮木耳香菇 大白菜還有這個魚肉 欸 魚肉還滿大一塊的耶 它聞起來很嘉義 要很小心 吃滿多的 我剛剛一次給它咬很大一口 我覺得不對喔 我先講 我覺得喝起來的味道啊 因為它也沒有標榜是淋蔥米 大鋪魚 脫皮了 好痛 就是跟常吃的那種三鋪魚的店面比的話 它味道是稍微比較淡一點點的 可是其實是OK的 然後也比較沒有那麼的油 它這個魚的魚刺真的還滿多的 然後魚肉吃起來我覺得就正常 我覺得稍微有那麼一點點土味 但其實我覺得以之前吃過的味道來說 我覺得它算比較不明顯了 我喜歡吃魚 但是我就是對於這種撈起來 好好的細剝它 真的算是偏懶散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常鮮可以 但我應該不會回顧它 太多了耶 這我還想講自己挖沙場醬下去 不知道你們懂不懂我的意思 你們喜歡吃砂鍋魚頭還是喜歡吃砂鍋菜 還是你們是喜歡我 小姐你有點什麼嗎 我有點喜歡你 我居然把魚撐乾淨的太棒了 之前不知道誰跟我說了 其實如果是家事比較好的人 都很會撐魚 但很明顯就是我不太會吃魚這樣 我覺得我心中有個答案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常鮮可能試試看 但我個人不會回顧它 下一個 因為我們剛剛畢竟就是去完嘉義了嘛 接下來我們就要到雲林的新港 其實我本人就是兩邊我其實都去過 就我還是搞不太清楚 沒有關係是家裡的朋友 I'm so sorry 豬肉原產地JAPAN 附了一包烏醋 然後跟這個 這個加熱跟 我們來加熱它吧 你要好吃喔 知不知道 它聞起來有一股 比我還要甜的感覺 烏醋 它這筍子滿多的耶 這個蒜感覺 算是切合切得滿碎的 你有看到它的蒜的切合嗎 太燙了 跟著燙真的 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這味道怎麼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有很多點可以講 首先就是它的鴨肉吃起來非常的乾 混混叉叉的那種 然後它的筍乾跟它的洋蔥 不是在湯裡面煮到軟掉的那種 也不是有點微帶 所以它就有點軟軟的那種口感 然後呢 它的湯頭喝起來我覺得有點甜 然後微微酸沸沸沸那種 這我個人稍微比較不愛啦 但加辣粉應該不錯 我們家有辣粉嗎 不過這滿看人的 你們心目中的鴨肉根應該是什麼味道 冬天喝湯的時候就是要這樣子 被熱氣熱到 有一點點微微的流鼻涕 又很溫暖 外面又有很冷的感覺就覺得好棒 好 吃完了 這個也不是我會回購的品牌 下一個呢 我們來開箱 麻油猴頭菇 其實我買完之後 我看到麻油猴頭菇 我說這個湯感覺一定很好喝 然後後來買回來之後發現說 它是不是感覺比較像是一道菜 不像是湯啊 它的話是麻油猴頭菇售價是169塊 熱量是67乘以8 78…87 你才87 猴頭菇 好 我們來加熱一下它 哇 現在聞味道就覺得很療癒耶 它的菇超多的 它除了喉頭菇之外 它還有杏鮑菇 那個紅棗 還有薑 尾韻有一點點苦味 但是我覺得味道還不錯 很濃耶 我覺得它的湯頭喝起來的感覺還滿濃 這感覺很適合膠籤面耶 大家如果有籤籤面的話也可以買一下這個 然後整個用在一起說哇 薑母鴨店 麻油雞店那種感覺 我來幫它加一點熱水好了 哇 它真的可以加水了 加水整個level up耶 因為剛剛有一點too much too濃郁 你知道嗎 這樣169我覺得 我覺得我會買它耶 我覺得還滿OK的 哇 這時候整個身體都暖了起來 我剛剛吃的那兩個菇 我覺得它的那個口感都有一點點老 但是因為它是老湯汁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對口感是有加分的 我吃到口感是比較新鮮的猴頭菇耶 它有老又漾 但杏鮑菇還是老 吃完了 這個我快回購耶 因為我覺得它料很多 雖然猴頭菇跟香菇杏鮑菇那些有一些老 但有一些其實口感也還OK 接下來下一樣就是這個 古早味佛跳牆 沒想到全臉居然有佛跳牆 跟鴨肉根是同一間 我現在有一點點緊張 因為我本來其實對佛跳牆 也是有一點點興奮 這個一個是229塊 229塊 那它1.8公斤我覺得合理 鈉含量 喔… 259 乘以18 哇 我這個鈉含量 這吃完明天會頂豬頭啊 好 我們… 沒關係 我們就來開箱它好了 它上面還標榜古早味 剛好我本人最喜歡的就是 古早味的佛跳牆 打開就有聞到味道 哇 這真的好大一包耶 我們來加熱它吧 1.8公斤的佛跳牆 這料其實也滿多的耶 這樣229塊好像滿划算的 目前目測有芋頭 豬肚 筍子 栗子 排骨 這是應該是豬腳啦 豬腳 炸鳥蛋 還有冬粉耶 它就是橫板的…的味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因為我覺得它是佛跳牆 味道就是比較複雜一點 但其實佛跳牆大多都這樣 因為它這個的佛跳牆比較輕 它沒有那麼油 然後它芋頭沒有整個化掉在裡面 感覺吃著吃著 等一下就會有人出來唱歌了 豬肚耶 來吃一下 我就想請問要躲印 哇 不得了啦 很像橡皮筋 這個豬腳 算是嫩 豬味稍微有一點點重 但不到車 我先講 我覺得它整體吃起來的感覺是正常 然後裡面有一些料 其實我覺得就是有些我覺得還OK 有些就是我覺得沒有那麼的好 就像它的那個豬肚那一些 我就覺得有點潤 我在想說是不是它這個品項 是要煮比較久一點點的 我覺得芋頭粉粉這件事滿可惜的 我一直覺得不跳起來靈魂是芋頭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了 它是麻辣牛肉鍋 其實呢 我買完之後我才發現說 欸 它是鍋 不是湯 然後熱量的話是634大法 那含量是5100 來 我們來打開看一下它裡面 內容物打開只長這樣 欸 就這樣一袋喔 我跟大家說它聞起來啊 這隻辣椒直接把在裡面剪開 然後丟到湯裡面那種刺激感 它真的不是給你喝的 好 它名字它真的是 麻辣牛肉鍋 不是麻辣牛肉湯 我誤會它了 它有豆皮 牛肉高麗菜 不知道什麼丸之類的 這裡還有一個丼豆腐 我來吃一下它的牛肉好了 有帶一點點筋 所以吃起來不會柴 但它的肉其實滿少塊的 我剛剛第一個有筋 吃起來口感還OK的 這個第二個沒有筋 稍微就是比較有口感一點 但它不會柴 來 比較像和牛牛肉乾 最後一塊是乾的 我自己目前那樣吃下來 我覺得它看起來料好像滿多對不對 但其實都是一些比較還好的料 然後我覺得高麗菜放在裡面 其實沒有夾粉 因為它這個是麻辣鍋 所以你高麗菜放在裡面 它其實就泡很久 它其實味道就會很死鹹 太辣了 它比較不會是我會去買跟回購的品項 我自己覺得 但如果你們有興趣 喜歡吃辣是可以試試啊 但我自己就是比較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的重我 好 就是這樣 結束了 今天的全聯湯品六樣開箱 哇 真的是超多的耶 我開著開著三四個小時就過了 就變 然後今天看下來呢 不知道大家對於哪一個比較有興趣 我自己其實比較喜歡 菱角排骨酥湯跟猴頭菇湯 然後硬要做第一名的話 會是猴頭菇那一個 因為菱角排骨酥湯那一個 我覺得OK 它不會讓你覺得非常的驚豔 但它很符合它的價格 所以偶爾想買湯 我是覺得可以試試看 猴頭菇我覺得 又比我想像中還要再好吃一點 雖然菇菇有一些有點老 但是我覺得還OK 還可以接受 好啦 然後如果大家在全聯呢 有吃到一些冷藏的食品 你覺得很有興趣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如果想知道我之前開了全聯的 哪一些冷藏食品開箱 也可以點上面的連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大家冬天 等冬夜見 暖 讓你變暖 就是千千啊 搞不好有押韻 有 搞不好還有對到那個結作了 你們應該懂我在唱什麼吧 好啦 就先這樣子拜拜 大家記得多穿暖一點點 知不知道 不要感冒喔 67乘以8 算70好了 8 5 4 4 8 6 4 4 8 8 7 5 8 8 7多少 7 8 8 7 6 4 6 4 現在下載哈咪VideoApp 以及訂閱CAT 即可以搶先14天看到我的最新影片喔 14天